大家歡迎收看火鳇療員手機版 Climate stream 手提供 來教大家安裝幾 首先我們要先日儲指下帳號 不過之前可能需要更新先的 我們連同地區玩家就選你神速的地區 更新會快些 另外遊戲有兩個伏法 新伏法就是成都伏法 我們既新玩家去成都伏法 去享受你最公平的最新環境 預測帳號就打回你的神速帳號 和遊戲密碼 電郵地址就看你需要 來這個遊戲就可以討伐電郵物 討伐成功了 輸入你的名字和招待馬 招待馬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號碼 如果輸入朋友給你的招待馬 你會拿到不同的武將獎禮 進去吧 先選一個武將為你的主角 先選一個妙元火 來做我們的主角 進去就有水鏡先生教你做新手任務 遊戲就以執行任務的方式進行 每次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都會給你不同的活動 有時候就可能不都沒有 有時候可能有錢 也有時候就需要 跟MVC角色進行決斷 我們現在先試一下這個戰鬥畫面 進行交戰的時候 戰鬥基本上就是自動進行的 當玩部隊的 充滿一陣的技能方 就可以選用這個技能 好像打完之後 都可以領到武將獎禮 也能顯示戰鬥的情況 打完之後 按右下角 然後就試一下去市場買東西 剛才就按將領 我們先試一下買一個將領包 將領包出不同的武將 不過武將可以自由 幫你做你的隊員 或者可以讓其他武將 親自動進行 好了 買武將之後 就教你怎樣 將他裝備在隊員裡 好 裝備完之後 同時都可以選陣 遊戲有很多不同的陣 遊戲有不同的陣 陣也有不同的能力加成 玩家還要選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選擇自己的能力 然後再選擇實力 好 之後就教你武將強化了 選擇武將之後 選擇你想起強化的武將 然後選擇 再選擇 按確定 再按確定強化 就可以幫你的武將 再選擇武將 最後能力提升 再選擇 然後再選擇 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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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戰的意思 就是要找其他玩家對戰 贏了的話 就會有機會拿到 武將的裝備卡 和經驗值 如果你打的時候 你和人一起 就按下選擇 按下選擇 直接上戰鬥結果 贏了 升級之後 你會有很多東西 可以拿到武將獎禮 再選擇 合成 合成系統 主要是要玩家 打不同的殘忌 合成一些道具 同樣 合成道具 如果你要拿殘忌 都要向其他玩家奪取 只要在戰鬥中 戰勝了 有機會拿到殘忌 殘忌就可以拿來合成 合成出來的道具 可以長化你的隊伍 避免 基本上教我一遍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再去挑戰 同樣 另外 你也會有一個BiNid的獎禮 如果你接着 Lewis 用獎禮 我便會拿到不同的獎勵 好了 交換你了 要領取這個有的招待碼 就是在你的角色的名字 左上按 按你的招待碼 把你的招待碼給朋友之後 我便領取獎勵 火鳳連環手機版正式推出 左邊就是iOS版的下載連結 右邊就是Android版的下載連結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回到我們火鳳連環手機版的Facebook專頁查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